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出门去车管所 去了解一下车牌保留的问题 因为我们准备换一辆糖 然后车牌号可能是要保留下来的 但是我们在网上查了一下 他说的是自动保留 因为我们已经有两年的车了 然后现在去具体的问一下 因为万一不是这样呢 那不是亏大了 我感觉这个车牌比车还重要呢 是吧 以前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还是去现场确认好一下 我们现在是到这个白家车管所这边 去问一下 我去问一下嘛 去现场问一下靠谱一点 对对对 今天好热 28度我都不想驾车了 真的好热 车里面呆着舒服 车着空调 可以穿短袖 可以穿短袖的话 有点热 那我去了 好嘞 我刚才去问了一下 他说的就是说 你车牌号在里面一下 用了一年就可以保留了 我们现在已经用了两年多了 对我之前在网上查到 好像以前是三年 最近好像才变成一年的 你确定是问了新的原车牌 它是都一样的 所有车牌是这样的 再明下一年 然后没有违章 就是自动保留 就不需要申请 就是在过户的一天 就自动保留两年 那还是挺方便的 两年内 你在买新车后的二手车 然后你直接用保 什么里面的车牌里面 就可以直接用车牌了 它到时候可以选的 对对对 那可以的 这样挺方便的 对对对 我们这个车牌号真的太好了 对不对 如果换车的话 用这个车牌号才配得上了 对不对 就是 还不错 其实就很方便 不需要申请 它好像也没办法申请 它自动的 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车牌 到底是怎么来的 之前好多朋友问了 好多人都以为 我们是花钱买的 什么的 其实不是的 其实是我们成都 在上新兰原员牌 第一天 那一早上 我们就直接是用 APP自编的 8点钟的时候 我就点开那个软件 真的是运气好 真的运气太好了 而且当时正好遇上 像这个牌照 对 而且当时也是我们买新车 所以说我们就延迟到 大概就是半个月去上牌 当时我抽的那个牌照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但肯定没有这个好 对 当时我们自编了 那个5 4 3 2 1 还有这个F5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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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有F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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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选不了 它是点了5之后 就只有3了 只有3选的 然后我就一直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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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3 对 这样还是蛮好的 但是我们在外面看见 有F5 4个5的 就是5个5了 那个太好了 而且也是我们一样的车 但是我看到过最好的车牌 是一个纯电的货车 因为它那个D长得很像零 它就是 D全部都是零 相当于6个零的感觉 太好看了 但是我们现在这种新兰原员 而且车牌号现在都没有太好了 你现在路上看见都是乱七八糟的数字 我觉得现在买这些车的人还是蛮多的了 对 因为现在这个三年号 两年号都很少了 就是我们这个车牌号真的太有意义了 可以可以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研究一下这个车的问题 对 研究一下车的问题 好嘞 走吧